大家好,又是黑仔,來到新產品的發佈會 今天很棒,看到整個維港 今天是HTC的Wi-Fi S with新機 我們找到他們,很厲害 請到HTC的區域總經理Terry來我們的節目 訪問一下,第一個問題是 其實這部機最大的特色在哪裏呢? 我們今天所推出來的HTC Wi-Fi S 我想最大的特點是 我們所推出有史以來 智慧型手機體積最小的一支智慧型手機 另外我們是採用最新的HTC Sense版本 它已經整合了Facebook、微博 這些社交網站的應用 所以可以讓這些年輕族群使用HTC Wi-Fi S的時候 非常容易就可以跟他的朋友 跟他的所有的這些族群裡頭來做一些聯絡 我想這個是我們今天推出HTC Wi-Fi S這支手機最大的特色 其實黑仔先頭試玩過 那部機的面積是挺簽考 男生用也可以,女生用也可以 可能大家上Facebook、Twister那些社交網站就最方便了 其實大家都很想問一下他們 趁機會問一下他們 其實HTC的看法 對Android系統的將來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因為其實都 逐漸都比較多Android的手機和Android的產品推出的 Terry,將來你們看Android的系統是怎樣的呢 我想Android這個平台配合很多廠商的智慧型手機推出以來 大概三年的這樣一個時間 它的市場佔有率一直在不斷的攀升 所以我想主要就是Android這個平台 它非常的容易使用 而且它的新功能,新的版本 在幾個月時間一直不斷的往上upgrade 另外就是說它有非常多的免費的一些game application 可以在Android market上面免費的讓用家來下載 所以我想就是說因為這幾個特點 Android的平台會越來越受到 這個廣大智慧型手機用家的這樣一個喜愛跟接受跟使用 那大家聽到他們對Android系統都充滿有信心 那其實問一下會不會HTC其實會將來都保持著 有多一點的Android的風會推出在市場的呢 那當然我們會配合這個使用者的這樣一個需求 還有市場的這個需求還有整個趨勢 但是我們會不斷的繼續推出有創新 然後有更多功能 更多這個能夠讓使用者體驗 能夠更完美的這樣一個新型 創新的這個HTC的智慧型手機 在這個Android的平台上面 這個是絕對的 好,那好多謝Terry接受我們訪問了 那希望將來再來到HTC的發佈會 看到更多更正的手機了 好,今天節目來到這裡 和大家說聲再見,好嗎?